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一天一百个 我是健身女神章 这个故事呢是关于时间的 我最近就在想啊 每天一个人睡觉大概七到八小时 那么你醒着的时间呢 就大概是十六到十七小时 这样的话就大概是一千分钟 然而这一千分钟咱们可以把它换算成一百个十分钟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扛着这一百个时间小块 想要把它给花出去 那么这一个时间小块呢就十分钟咯 把它画在一个表格上 一百个小块就是十乘十嘛 那你每天应该好好想想 你是怎么花这一百个时间小块的呢 我是做了自我提升学习读书还是享受 是跟别人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 还是自己一个人独处 做瑜伽冥想之类的 很多人跟我说 我没有时间健身 没有时间读书啊 难道你这一天一百个时间小块 连一个时间小块都没有吗 你一定能挤出来这个时间 不是吗 其实咱们每个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应该坐下来好好想想 一天我到底是如何花这个一百个时间小块的 把它做一个计划算一算 比如说我吃饭花了十个时间小块 读书花了两个 而玩游戏我花去了六个 那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看看自己今天跟昨天相比是否有进步 是否把时间花在有用的地方了 还是都把时间给浪费了 好的我的故事讲完了 我是健身女神章 希望我今天讲的故事能提醒大家 充分利用时间 把时间用在有用的地方 有价值的地方 咱们来节约时间提升自己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上我的博客 chinafeater.com 或者是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Chinafeater下滑线 COM 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的 优酷频道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